视频中躺在病床上 映入膏肓的女子叫陈静 年少不懂事的她经过媒婆介绍 闪婚没有多久就意外怀孕了 在做产检的时候 医生发现她腹部有个肿瘤 不适合将孩子生下来 医生劝她放弃孩子 可出为人母的她 怎么舍得放弃孩子 陈静最终坚持将孩子生了下来 半年前 陈静得了口腔溃疡 后来发展到全身溃烂 头发也不停地脱落 原本漂亮的她被折磨得面目全非 母亲看到女儿这般痛苦 忍不住泪流满面 沉静的母亲说 几个月前陈静开始出现口腔溃疡 本以为是简单的病 没想到 慢慢地身上多处皮肤出现溃烂的症状 在多家医院做过检查 都未诊断出具体病情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皮肤病 可是却一直不见好转 现在病情突然恶化 危及性命 谈及女儿的病情 母亲气不成生 那么陈静到底是得了什么怪病呢 经过检查 医生说陈静被确诊为副肿瘤性天炮疮 这是一种罕见的肿瘤 医生表示 她情况很严重 随时有生命危险 只有尽快进行切除手术 才能保住性命 可是手术风险极大 极有可能她在手术台上下不来 如今陈静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手术前 能见儿子一面 陈静回忆说 她与丈夫经没人介绍 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经营着一家服装店 为什么丈夫在妻子生命垂危的时候 丈夫也不愿意带孩子看望母亲 陈静说她有半年多没有看见自己的孩子 她担心自己生命终结于手术台 在生命的尽头只想看看孩子 可是她曾多次哀求丈夫李坚 丈夫却不愿意带孩子去看她 陈静的哥哥知道妹妹的心愿后 决定去找李坚 李坚的母亲见到大家的到来 显得非常冷漠 并且表示并不认识李坚 可是后来感觉瞒不下去 就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已经无论怎样都与他们无关 作为婆婆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看来这个婆婆也不是什么善类 李坚的母亲拿出一纸协议 说孩子由男方抚养 女方只可以探视 除此之外 双方断绝一切关系 通过了解得知 当初陈静和李坚 因为年龄的问题 双方只办了酒席 并没有领结婚证 后来两人分手 只能写下这一纸协议 哥哥陈静透露 妹妹陈静家过去后 一直过得不好 李坚已经时不时 对妹妹拳脚相向 婆婆也总是有事没事的找麻烦 看来陈静在婆家 确实受到很大的委屈 在任无可忍的情况下 选择了分手 后来孩子归男方抚养 陈静只有探视的权力 就是她现在生病了嘛 然后做了手术 现在很危险 有没有这个机会 咱们去看一看她 我 我 这样 我都是不可能去看她 还有小孩嘛 我们也没处 都在外面做事 也没处 她好了 你都要她自己来看吧 要是她好不了怎么办呢 这才是个问题好不好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 姬哲林吸到李坚 想让她带着孩子 去看看病中的沉静 可她却说自己不会去的 自己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就因为陈静提出分手 丈夫才会这样绝情吗 李坚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钱 陈静嫁过来之后 想赌掌家里的经济 却遭到了李家人的反对 就这样家里的矛盾越来越多 其中最为致命的问题是陈静要求分家 为此小两口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最终闹到分手的地步 小编猜测 陈静应该是因婆媳关系僵化 所以才选择分家 得知李坚不会带着孩子去看陈静后 陈静的哥哥劝说李坚的父母 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 在大家的劝说下 李坚的父母答应带孩子去看陈静 由于陈静病情目前不适合探视 陈静的哥哥只好先回去 经过医生的不懈努力 陈静暂时度过了危机 她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 那个时候她妈直接说让我去打了 因为我亲节目的结婚是女的 她想说生肯定也是女孩子的 后来孩子生下来了 生下来了 她又很高兴 高兴她又不带孩子 她天天就知道玩游戏 我说那你就知道玩游戏 你到时候结什么婚 她再给我来一支 我可能就没打算结婚的 她直接说我说 她我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 有个孩子给我 妈妈就行了 就没用子 刚刚逃离鬼门关的陈静 没有看到儿子的到来 感到有些失望 心里十分难过 回想起她和李坚过去的点点滴滴 她坦言自己后悔不已 陈静回忆说 有一次孩子病了 去药铺拿了四种药 花了二十块回来 被婆婆骂了一顿 说要拿得太多 陈静无奈之下 只有将其他的药退了回去 可是没过几天 孩子的病情加重 从简单的咳嗽拖到了废火 婆婆又开始指责她当初买药买错了 陈静还说 和李坚在一起那些年 只有在特价时买过一件新衣服 由于没有分家 所有的经济都由丈夫撑管 儿子生病时 她不得已向婆婆开口要钱 不料却被婆婆斥责 稍有顶撞 男友便对她大打出手 她十分后悔 如此草率地选择这段的婚姻 让她更后悔的是 一纸协议竟让母子分离 如今只想看看孩子 却遭到了李坚的拒绝 按照协议 任何一方都有权利看望孩子 就因为沉静行动不便 去使李佳人故意刁难 你都回到湖南了 你既然是带着孩子回来看她的 你到了少阳 为什么不来长沙呢 我都承认一下 来个美女必要的 这个孩子见妈妈 怎么是有没有必要的事情呢 说了我们不谈钱的事 也不说以前的问题 就是让孩子来看一看 你带着她来 看一下她妈美食的安慰 你如果有什么顾忌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由于李坚的父母 担心孩子来到医院 看望沉静后 会将孩子一直留在身边 并且还向他们索要医药费 所以他们将孩子带回了老家 尽管沉静的哥哥再三保证 不会要钱 也不会扣留孩子 和李坚的父母 还是不答应带孩子来一次 这个小小的要求 李佳人都不答应 是否太绝情了 您见一次面 不会对这个事情造成任何改变 但是这个孩子 见妈妈一面 可以对这个妈妈 给予很大的鼓励跟安慰 您懂吗 这也是他本身应有的权利 他说他可以探视孩子 但是他现在是没有能力 自己走过去探望孩子 所以就希望您出于人的一份长情 来带他见一见 希望他妈妈就是见了孩子之后 希望他妈妈能够更有勇气 把这个病治好 是不是让这孩子以后都有妈妈 不会造成一个悲剧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而您所考虑的那些复杂的问题 咱们都可以撇开 现在不谈 记者的一番劝说 并非打动到李坚的父亲 在小编看来 李家人对陈静没有丝毫的感情 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更别提善良 就算一个陌生人 也会对一个即将去世的病人产生怜悯 更何况陈静为他们家留下了癌的种子 陈静知道见不到孩子 非常后悔当初签纳的协议 如今陈静也只能通过拍摄的视频 看看孩子 陈静的班主任前来看网卡 同学们慷慨解难为他捐助了一万多元 虽然见不到儿子留有遗憾 好才他的病情不算严重 肿瘤是良性的 只要做切除手术 就能完全康复 他还有机会见到儿子 原本最亲的人给了他最大的伤害 而那些可能素儿谋面的人 给了他活着的幸福 花样年华的沉静 如果不是他的错误选择 或许像其他女人一样 有自己幸福的家庭 当一个人经历过情感的挫折 失业的蹉跎 生产至痛 离别之苦 他就会懂得 没有人会被命运额外眷顾 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 肯定有人在替你承担 属于你的那份不义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